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們用糯米粉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50克糯米粉 50克黏米粉 也就是大米粉 20克橙粉 30克糖粉 200毫升純牛奶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至沒有乾粉 再加20克食用油 繼續攪拌 攪拌至看不到油飄在上面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過濾一下 這樣口感更加的細膩 然後開水上鍋 蓋上防止水蒸氣滴落 中火蒸30分鐘 趁這個時間 我們準備一把洗乾淨的葡萄乾和蔓越莓乾 把它切得更碎一點 像這樣就可以了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我們的米漿也真的差不多了 把它取出來 再把果乾也加進來 然後用鏟子攪拌均勻 把果乾均勻的揉到面裡去 然後像這樣壓一壓 這樣口感更加的勁道 不燙手之後 再用手把麵團揉光滑 盡量揉得光滑一點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取一塊麵團出來 大概40克左右 把它搓成圓球 像這樣就可以了 全部都做好之後 放一旁備用 再準備一個做月餅的模具 然後把小球放入模具裡 把它壓成月餅的形狀 像這樣就可以了 好看又好吃 這個配方可以做9個 它的口感酸酸甜甜又嫩嫩糯糯糯 蓋上保鮮膜 放冰箱裡冷藏一個小時 口感更好 看一下 非常的柔軟 而且涼了也不會硬 如果吃不完可以包上保鮮膜 放冰箱裡冷凍保存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